我們今天人比較少也無所謂 反正整理也不管人多還是人少 那我們可以多聊一些也沒有也是很好的事情 那還是要簡單介紹一下整理 所以說今天看起來都是受命好 有第一次來的嗎 還是有 沒關係 那因為哲午其實就像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五晚上就是會做 找一些議題然後一起來聊聊說 對這個議題的想法跟看法 那哲午在做什麼 因為今天其實很多哲午的志工也沒有過來 因為他們也去支援我們的東海大學 他們今天晚上也有香港的一些聲援香港的活動 然後進行大學也有 其實這陣子大家都還蠻關心這樣子 就是關於說香港最近在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哲午他最近也都在發了這些事情 所以前幾天在市民廣場活動 其實許多哲午的志工也都有去幫忙 那其實這就是哲午在做的事情 他不只在城市 就是在台中這個地方 去想要打開一個讓大家能夠來討論的 這樣子的一個公共的場域 那他也開始了 積極的就是個人的身份 這些志工個人的身份去參與 在台中甚至是說一些運動 不管是從318或者是到現在 我們哲午的志工都去參與了很多 那所以哲午他的運作方式 其實就是靠著一群志工 每個禮拜這樣子去想 不管是付出行動 或者是利用他們自己的興趣或者是專業 例如說攝影 例如說我們也會有人做摘要 那這方面我們每個禮拜會留下一些紀錄跟資料 然後讓以後的話可以讓更多的人 能夠繼續的來了解我們這一週 或者是我們之前談論過什麼樣的議題 那也讓更多是你朋友可以去接 繼續的去跟隨說這些議題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的談話一見又沒有了 那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做更長遠一點的東西 就是讓大家可以一直的去追尋說 他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我們可以發現說排東西有很多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到最後就不了了之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可能我們都很知道 可是他後來他換了一個方式 然後又換了一招 然後我們就奇怪這個東西好像不見了 這樣子的方式 那哲午的話他 我們還是雖然說今天人很少 可是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他就是一個無常的 無常的那個方式在經營 也可以說我們在經營 所以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要對著直播的人講 他們如果下次來就知道 其實我們可以接受益助 好那哲午的話 其實現在全台灣有很多的地方都有 不管是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花蓮 然後甚至遠道 紐約 也有這樣子的這種活動 那台中的話 其實我們攤了非常多的在地的議題 像今天的議題都非常的在地 所以 好我們直接切入自我介紹 為什麼哲午每個禮拜 我們都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說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場域 來對這個議題發生的時候 其實都有可以帶有你自己的想法 然後來到這邊跟別人的意見做一些交流 有這些討論 那我們覺得這個 我們很注重每一個來到這邊的群眾 就是你每一個人的意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哲午有一個定律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不要引經據點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講的就是 大家可以很普遍的去了解一些 不管是這個城市正在發生的事 或者是台灣甚至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的管道去理解 然後去了解它 那可以進行的開始去深思說 這到底是不是哲學的一部分 因為其實生活就是一個哲學 不見得是提到了非常多的原則理論 聽起來很高聲莫稱那樣子才是哲學 那我從我自己開始自我介紹起來 反正今天人也不多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多講幾句 我們原本只有十秒鐘 可是今天大概大家可以講個一點兩分鐘沒有關係 其實對於所謂的大安媽祖這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不只是大安媽祖的問題而已 其實整個全台中市的這些建設好像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可能雖然說我今天這個標題不下說 它是一個沒有媽祖的媽祖園區 待會可能我們主持人跟語太人會提到說 為什麼他沒有媽祖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可能可以再回到原口去思考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他如果他換上了一個耶穌基督 或者是換上了 不管啦講中正毛澤東 或者是什麼樣奇奇怪怪的 怪公媽祖是怎麼換的嗎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個東西 我們需要嗎 如果說他的問題不在於是不是媽祖 那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想像是什麼 就是例如說我們還需要台灣塔嗎 我們需要那個去接近大雪山的雪谷纜車嗎 其實這種東西都一樣 他只要換一個名字 他如果說台灣塔被罵的時候 他說太大了是不是 我改小一點 人家說太醜 他說沒關係 那我再換一個方式 他可能就換一個名字 原本叫台灣塔 後來說沒關係 我叫台中塔 可是好像可以喔 可是不行吧 這個東西我們原本就不想要啊 那是我覺得台中用了很多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換一個招啊 或者是換一個名字 然後就逼大家要吐下去 我覺得這還蠻奇怪的 這還蠻奇怪的 那我剛剛在來的路上喔 就遇到一整排的遊覽車 我想說啊 該不會是選取到了 現在有那個 就是招待大家出遊這樣 結果沒有 那個是大明高中的畢業旅行 是大明高中的畢業旅行 我們不要那麼敏感 結果發現我想說 啊 其實吳市長也可以辦一個自己的畢業旅行 為什麼你還不畢業 好 我們趕快就來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于昕 然後我也來講說 我是 然後我 我還以為 之前八個月我們已經檔下來了 不過就是前幾天都聽到說 竟然把大型拿掉這樣 可是我們就蠻驚訝的 到底 而且我記得這個功能就好像是六億 啊 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你知道嗎 大家好 我是想說 恩 這個 我也以為他是鵝 已經被倒下來了 所以他現在還要坐嗎 朱瑩 我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 台灣卡 有建起來是不是 還是怎樣 他有預計要動工 是他 鐵人家無事 對 他在端子坐 他蓋無事 他現在很無事 他現在很無事 花兩千萬蓋的蓋無事 七層樓高 然後這是一個粉衣所吃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台南姐姐 我愛你嗎 我是前面的名字節目是 還有那個聲歌 還有那個柯律師的本次 我先第一次來 對這個 我只聽那個蟲 然後我會看得比較漂亮 對不對 希望我們台中學得多一點 像聲歌這個世界 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你全班 他能夠跟那個 很有希望的 即便我是第一次接觸 我也聽得非常地清楚 我覺得就是 事實上就是說 你今天不管是用左腦 或左腦思考 但是總覺得是說 我今天來這個地方 我聽完之後 即便我是第一次接觸 我就覺得說 我今天來這邊 我並沒有遺憾 謝謝各位 是不是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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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會提到 想到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 台中一個 炒得沸沸沸揚揚的建設 就是那個 那個企鵝館 其實對呀 企鵝館被打下來了吧 沒有錯吧 可是它變成什麼 馬桶館 不是 白海豚館 可是它把那個設計 很像一個馬桶 這也許搞不好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它換一個名稱 但是就突然說 因為我蓋 我可以 我要準備要蓋 那些東西是一樣的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回去想說 這個東西我們本來就不要啊 我們本來就不要 你會換個方式 我們還是不要啊 對 那大家好 我是選友來 蠻多次了 好幾個月 應該有半點的話 就是 媽祖這個事情 真的覺得超級莫名其妙 就 就沒有媽祖人 為什麼要花那個 去做那個地基 要幹什麼呢 其實大學裡面合照 蠻多次黃海合照 那樣的 那超不名其妙 然後企鵝館啊 什麼的 也是很不名其妙 他以為要去 去的人 沒有那麼多的市場調查 都別再做啊 就是一個 把自己的錢 投去一個 莫名其妙的世界裡面 然後就是一個 莫名其妙 謝謝 沒有 搞不好他們有 推出一個那個 Cosplay媽祖的活動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去看Cosplay媽祖 然後拍照 大家好 我叫沈志憲 然後 我們有事就會 就會來追我看一下這樣 然後今天這個題目耶 就做我是姓祖的啦 所以就應該 就不能蓋啦 就這樣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叫斯龍 那 呃 真是覺得這件事蠻詭異的 所以想說 來聊天一下 大家好我叫凱瑄 那我覺得所謂的建設 不是說有個空地 就把那個地方填滿 而是說 台中到底需要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市政在做的時候 反正都沒有 真的思考到說 台中需要是什麼 而是 那裡有空地 然後要有工程 然後就把東西 擺在那邊 那這個媽祖園區 到底要幹嘛 還有企鵝管 跟台中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話還蠻詭異的 世界有大的台中 還要跟世界接軌 大家好 我叫劉亞龐 那我今天會來 聽的 有些之前我 第一次聽到這個媽祖園區的時候 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還蠻荒唐的 因為我覺得 信仰這種東西 應該是發自內心 而不是把它拿出來說 好像 喔 我 我很信這個神 或者是 其他之類的東西 然後就要花大筆錢 然後轉回去 那如果現在要說媽祖 那如果蓋 像 剛剛的主持人們講說 用個耶穌啊 還是用個像 那個 閩郎 或者是那邊怪 有一些神明 然後給他放一尊在那裡 就覺得其實 沒有那麼必要 那像 如果是民間的 團體 然後自己 用那些 算是香油錢去蓋一個 就是 跟信仰有關的東西的話 那就還可以解釋呢 但是如果是 政府 要蓋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真的是 很詭異 對啊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政府他們想要蓋 媽祖人區 或者是 台灣爬這種東西 感覺就很像說 要告訴 就是 其他國家說 喔 我們台中有蓋這東西 然後好像很厲害一樣 可是我覺得 這其實很狡献 那 我想法就是這樣 讓我想到說 就是 我住在草棚 那我們後面那間廟就 那個 敦和宮 派 派 用了一個很大的 財神點的那個像 環像 可是很多 我們台灣很多廟都去宣稱說 我就是 全世界最大村 我想說 啊 所以 所以呢 對啊 所以呢 全世界最大村 然後又怎麼樣 那 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還是說就是看起來很大 就好了 那 跟原本我們所想 去想像那個宗教信仰 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像沒有喔 我就覺得很奇怪 大家好 我是要繼續 其實 八祖園區 都是在 第一個我們就認為 其實根本就沒有 我們必須要蓋這些東西 為什麼 第一個 就是 我覺得這浪費我媽最有一點錢 因為 說實在的 我們 像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 雞嘴都快撞得夠了 然後還拿這些錢去蓋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很容易幾天 因為 其實 媽福園區 其實離大甲正在攻擊很近 那大甲就有媽福園 然後帶一些東西在那邊 所以我就覺得 飛行廢室 然後 因為之前 就是剛剛其中一位 我剛才有講到就是 因為有 然後現在又要複動 那 沒有要蓋那一村嗎 可是去蓋一個地基 然後覺得 就是 就很沒有意義 然後就是說 在那邊 欸 可能開個罩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有一點 我覺得 我們就很習慣 然後 就像 就像 旁邊周一火漢橋 其實 神明是放在 每一個 人的心中 是一個信仰 而不是 要拿出來 就是 當作一個 實質化的 一個部分 所以 我覺得 很奇怪 謝謝 你的意見一定不能讓 胡志強聽到 不然他說經濟不好 不然我們該產生點好了 或者是 彌勒佛之類的 大家好 我是儒雄 那個 我已經來聽很多次 然後每次 都有很豐富的收過 然後這個議題 我其實是上禮拜 只有要結束的時候 然後 有預告說 這個禮拜要講的是 沒有媽祖的媽祖元書 我覺得這個標題 這個政策有一點 有點腦殘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啦 你已經說了 沒有關係 所以 因為不太了解這一題 然後 有回去Google一下 然後 發現 就是現在要先蓋基座 然後基座就要花五億多 是五億吧 六 差不多 對 然後 好像沒有蓋到媽祖 這樣 就要這個錢 然後還是我們拿稅人 出了錢 再來就是我今天有 關心到一個新聞 然後 就是好像市政府 他們今天有開會 那個 就是有那個 市議員 他就集群那個 張大春說 衰孤染車 要不要趕快蓋 張大春就有啰嗦 他說我們會盡快處理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水果染車 就跟這個 沒有媽祖的媽祖園區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 一樣也是 腦殘的政策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肯比 那我今天是因為 柯律師 還有東森 跟那個牧師 他們今天要來講解 這個沒有媽祖的媽祖園區 所以我特地從 南投草坪這邊 來過來 那而且我看到這個題目呢 我就想到我們那個 南投草坪 在上個禮拜 有一個藍為呢 有人說 要在南投縣草坪鎮的九九中 弄一個 公園 公園 所以我就想說 這兩個是在冰光 沒有嗎 然後還有 還有 我剛剛很認同 剛剛這位同學說的 就是說 我們的信仰都是在我們的心靈 所以我們實在是 沒有必要去崇拜偶像的 對 而且我覺得 那個台中師為什麼要 蓋那麼多水泥呢 難道 對啊 為什麼要 好像都是水泥做成的 而且很多那個建設的人都說 現在的水泥啊 我其實都不知道很多的 灰飛啊 或是其他的化學物質 所以在 但這水泥底下 也真的是很不好啊 對啊 不好意思 謝謝 沒關係 我們算了一個草編的嗎 我之前因為 都在南部工作 所以我之前都會參加 高雄的哲學館 或是那個 基金吹他們的 南投草坪鎮 然後過了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我最近有一個觀察 就是說 這整個案子 包括說 這個 神像下面的基座 還有神像合身 還有他整個園區 他這樣總共有三期的工程 你不要說 啊這樣總共 博士家喔 總是神幹部啦 對 啊這樣總共三期的工程 工程是12億 那我現在就是 我看四次的新聞稿 他做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說 好我們就是 這個 基座五分 我們這樣就是5.81 然後就是這樣做過了 然後中時的新聞就上面炒作 那福之堂 兌現他這個整個園區的 這個承諾這樣 可是他 他在彈這個 綠酸上面也沒有做過他 所以他現在只有盤到 第一期的部分 他後面還有兩期 他就是沒有 就覺得他是毀滅掉的這樣 然後 還有就是說我覺得 像我們現在就是 在經濟上面 就是說我們雖然 要轉向 郭文公為主這樣子 還蠻不錯 可是現在就是 隨著我們 可能中午靠越來越近 那我會覺得說 媽媽有限度 像胡志強他就說 我們希望說 全世界的華人有多少 希望能夠過來這邊 可是我覺得他 在講他還是 就要再針對 中國的有客人那麼多了 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 這麼依賴了 我們現在還要再 改這個上面去 這區域大名 這個 有不會過來就說 這個台灣 這個是我們的酷炮 這樣子 繼續過來想上 你知道 你知道的太多了 其實那個 侏羅記那個 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 他是要把法官都帶去那邊嗎 我想說這次都要 恐龍是不是 好自我介紹 剛進來就嚇到了嗎 對 八毛三個 今天人那麼少 沒有一輩子講一句嗎 MARCHIEN 就是這個議題已經 就是有 今天有工作過 但是沒有很了解 所以今天想要 試試深入了解一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冠威 我們今天是過來想說 就是之前把有分 就是 908台灣國和台中 行動國民教會 在市政府廣場那邊 有去對這個 就是沒有媽祖的媽祖元序 那時候做過 稍微抗爭 然後沒想到 他後來還不蓋 然後我想說就是 過來了解一下 這方面的質詢 大家好 我是錢金 那 其實 我很 就是之前 也是做過抗爭 就很想知道說 到底 他為什麼 還是硬要蓋說 沒有媽祖媽祖元序 那如果他要蓋的話 他到底要放什麼樣的 還是只是在一座 奇怪的建築 那再來就是那個 恐龍那件事情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我覺得還蠻幽默的 就是 比 我們的令文 比世間勤的那個劇情 還要更豐富 而且每天都要幽默我們 對 那還有就是 學古懶春那些問題 那到底為什麼 就硬要蓋 這樣子 其實也是過來 來講一下 謝謝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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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個令文 還有可能成為現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我今天也是跟Happy一樣 從南投過來 是因為南投 比較我們有一個 在地的組織 那我們有幾個朋友 就是希望能夠成員生 因為我們現在是 附近也過來見識的 謝謝 我們歡迎 就是 剛剛J有提到說 那個高雄的哲伍 或者是蠻吃駱駝食 那其實每個禮拜晚上 不只是哲伍 在做這樣子的事情 在台北的話 可能 有時候那個 後門咖啡 他也有相同的 講座的活動 然後像說他們現在 每個禮拜 在自由廣場 有那個 合適第二五六人 那樣子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看到說 因為台北為什麼 他一個晚上 可能有好幾場 這樣子可以的論壇的方式 那我們也希望說不只是台中 其實每個地方都應該有這樣子 讓更多的市民啊公民 去開始去討論說 他們對於那個城市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 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不管你在哪裡 那如果有心能夠做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做 好 我講完了 大家好 我是雅筑 然後就今天來 因為我們是高雄人 然後我只是特別想知道說 就我們台中市 我們的胡志強 他到底在台中裡面 他到底還做了多少壓霸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從 因為我現在大四 我從高雄上來 現在已經三年多了吧 然後我覺得以前 我在高雄 看到了台中的印象 跟我自己 在這邊住了三年之後的印象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包括對胡志強 個人的印象也差很多 妳有沒有覺得 台中的印象是什麼 可是台中的印象大概就是覺得說 有很 因為在電視上看到就是很多 就是一些高樓啊 然後馬路很擠 然後可是知道這件發生 才會說 會不會讓自己有高樓 而且就是 我覺得感覺像現在 整個城市的規劃 可能因為地方已經被邊緣化了 然後看起來又有像平民的 哪個地方 台中啊 台中啊 就是包括就是 像這邊外圍的地方 然後還有像 因為我本身在 我現在在經理大學嘛 那邊去下路 然後就包括那邊 整個學生寶寫都做得很差 然後他們說 就像他們之前 一定要在我們 就要蓋這種錢 然後我也是那個 一個非常奮重的一個人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完全不對的 對 然後就想看看說 他們現在來辦 這個馬路人區 總的詳細其他 這樣 好 謝謝 我們前面有位子可以坐 然後你可以順便把麥克風拿過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 要先自我介紹 我剛剛看直播開了嗎 我以為沒有人 所以我根本不想買回來 太好了 所以你一進來就一趟自我介紹 你是最後一個 講完了嗎 沒有 我們今天人有點少 所以你好多講幾句 那個 香港還有 香港還有 那也算了 要自我介紹嗎 沒有沒有沒有 坐著自我介紹 對 我覺得對 我們是那個 大家座嘛 就是看你今天為什麼想要來參加建議職務 然後對這個ET有什麼樣的想法 大家好 我是南投縣積極政的政黨候選的陳季恒 那我們南投的青年呢 打算在南投也抽出一個類似哲學信徒的座檯 那我們今天就來這邊見喜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一次來到這邊職務 那我是那個東東市北區市議員候選的李台雲 對 那這個議題其實跟凱東就是非常的息息相關 對 那之前是有聽過這個議題 那本來就已經很反對 但是聽到他現在又要堅持要蓋個沒有媽祖下的園區的時候 就覺得更奮鬱了 所以就是今天一定要來就是再好好地深入了解這個議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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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還有誰還沒自我介紹 今天我們就開始來今天的主持嘛 那其實我們也有點小小的變動啦 我們主持人原本是柯律師 然後現在就是跟林牧師有點小小的變動 然後由林牧師來到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林牧師